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仙眷侣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是举暗齐眉 而且是常有这种诗词之间的唱和 难道说这种神仙眷侣在现实生活中 就没有一点矛盾 没有一点磕磕碰碰吗 刚才你谈到这个问题 也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 是多么美满的夫妻 他们也难免有马上碰到过瘾的时候 这是有的 赵孟甫和管道生 虽然我们称他为神仙眷侣 也确实他们平生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美满 一直到管道生死以后 赵孟甫非常难过的 给管道生写了这个墓志 来这个非常热情洋溢的赞颂管道生 但是我们也承认 他们在参赏生活当中也遇到过矛盾 这个原因引起呢 就是史书有记载的 就是有一本书叫《摇山汤外记》 我们上次写了一下这个名字 是蒋依奎所著 他记载这一段呢 就是封建社会的时期的那些 这个达官贵人 那些贵族们 男士们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他并不是一夫多妻制 他妻子只有一个 但在妻子之外 有若干妾 或者一个两个 或者若干 一夫一妻多妾制 那么赵孟甫呢 到了中年以后呢 也有这个想法 纳妾 这个纳妾是不是对于管道生的不忠呢 我们不这样认为 因为当时的封建社会这个制度 就是这样的 管道生也为这个赵孟甫生过两个儿子 其中有叫赵雍的 也是书法家 所以他们一家人都能写 写的而且非常好 但是呢 赵孟甫呢 确实是还在想纳妾 于是呢 他又觉得跟管道生两人感情特别好 他知道跟管道生提出这个问题来 估计管道生会反对 怎么样呢 他都写了一首词 这种词啊 是半文半白 又像文言门 又像白话文 我们知道元朝的时候啊 有些个这个文学作品呢 就是什么这个词啊 令啊 或者是曲 所说的这个汤诗 诵词 冤曲吗 这个冤曲当中 也有一些其他的小例 都是半文半白 很多像白话一样 比较通俗易懂 很通俗易懂 那么赵孟甫呢 就写这个小词 来调侃自己的夫人 就是有纳妾的 也是暗示问他一下 暗示一下 你看看 不好意思张嘴 对对 不好意思张嘴 写这个小词 先让管道生看看 有什么感觉 那么管道生呢 就又回敬给赵孟甫 这么一篇这个小词 两个人通过这篇小词 你看到两人的学识 也尤其是看到管道生 才女 避陷 这个才华方面 可以让我们感到 呼声声的一个赵孟甫 这个管道生啊 这么一个奇女 就展现了我们眼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 我曾经在一年以前 把这个赵孟甫和管道生的两个小词 抄录下来 并且呢 发表我自己一点看法 同时我向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我还是模仿赵孟甫的书体 来抄录下来的 对的 这个就是像那个 当年的富山 富山对于管道生 评价也很高 富山在评价管道生和赵孟甫的时候 他说赵斯真奇异 管壁已非常 也提到夫妻两个人 他说赵孟甫这人 就本来非常奇异的这个人 他说他老婆管道生 也不是一个寻常之辈 所以就这么赞颂他们两个人 所以当时的这个富山呢 写这首诗赞颂他们俩的时候 就是用的赵体字写的 我呢 为了这个介绍他们二位呢 也用这个赵体字 当然我这赵子写的是赵猫画虎 很不好 但是呢 就说明我这么一种心境 所以我把它展示一下 向大家看一看 摇山汤外祭 卷七十 载赵松雪 御智妾 这赵松雪大家知道 就是说的赵孟甫 有没有他号叫松雪道人吗 赵松雪 御智妾 他想 那妾 那妾 先以小词挑其夫人管道生 他先写这首小词 来调侃他的夫人管道生 云 这词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为学士 你做夫人 岂不闻白学士 有小蛮凡素 这个 这个你 你听说这句话吧 白学士 白学士肯定是指一个人 对 白居易 还有小蛮是一个人名 小蛮凡素 凡素是一个人 两个美名 白学士是谁 白居易 白居易的两个妾 他说白学士 白居易啊 有小蛮凡素 这么两个妾 陶学士 有陶叶陶根 那肯定是 姓陶的这个学士 对 但是这有个问题 这个陶学士 究竟是指谁 我们后文当中 对这个有一点解释 就是我加了一点 所谓的暗语 解释了一下 这个陶学士呢 他说这个学士 有陶叶陶根 这也是两个美女 是陶学士的两个妾 他苏学士呢 有朝云暮云 苏学士 苏东坡 对 没错 就是指的苏氏 他说苏学士 有朝云暮云 大家注意看 他在文词上 罗列的时候 都是说的学士 他说我做学士 你为夫人 那么说 赵木福本身 就是个大学士 他后文所举的 都是学士 比如说白学士 陶学士 苏学士 他说苏学士 有朝云暮云 朝云就是 后来被苏东坡 带到海南岛 去过的那 那个女士 那朝云 是这个苏氏 非常宠爱的一个妾 他说 我便多娶几个 勤妇赵女 无稽处云 又有何过分 他说那你千辈的 那些个学士们 都有这么多的妾 他说我现在 只有你这么一个妻子 还没有妾 他说我多娶几个妾 也不为过呀 有什么错吗 对 他说何况你呢 你的年纪 已过四旬 四十了 过了四十岁了 病艳艳 清渠渠 说你现在 身体又不太好 脸色也不好 脸上又添了皱纹 而且老了 天里起到皱纹 为何只管 占住玉堂春呢 嗯 大家注意 他有韵律 他这里面 看清是散文 是都韵律 比如说吧 这个 什么桃叶桃根 什么朝云暮云 什么什么什么 年过四旬 什么占住玉堂春 这都是韵律 然后管夫人 管道圣 就给他回礼首词 管夫人得词 亦以小词大约 回复他一小词 这个小词写的是这样 管夫人说 你浓我浓 清清我我 煞事清多 清多处热似火 嬉笑怒骂 揉搓滚打 掐摇扭捏 两个人团成了一个 譬如一块泥 捏一个你 捏一个我 然后将咱俩 一起来打破 用水调和 摔打均匀 再捏一个你 再捏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我和你是 揭发夫妻 小时候的同学 海市山盟 志同道合 生则通床 死则通果 松学得慈 大孝而止 不负之切 到这个地方 他管道生 就把话说绝了 软硬兼施 他没有说 你作为学士 那切实不对的 他没有回拨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 封建社会的一个制度 他没法回敬 但是 他在这篇呢 从头到尾的 说他跟赵孟福的感情 所以咱俩 从小是通学 咱俩那样的好 那就是说 你在我之外 再找女人的时候 你想没想到 我的感情能接受吗 而且你想到 和我在一起 咱们夫妻这么好 你还需要再找 小老婆吗 所以他这个话说的 就是 咱俩 咱俩就是 咱俩就是成了一个人 两个人团成一个 比如一块泥 捏一个你 捏一个我 一块泥一样 就是这块泥啊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你知道现在 有一句什么 大家经常说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怀疑最早的出处 就从这里来 应该全门是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因为咱俩是一块泥 本来捏一个泥 捏一个我就可以了 不然还嫌 咱俩有距离 怎么办呢 再把它打碎了 再重新拿水挑河 再重新活成一块泥 然后再捏一个泥 再捏一个我 就是他们经过再三的考验 夫妻之间 真是生死与共 如交似漆 就说我们是揭发 生同床 死同穴 对对对 他所说的最后 他说 就是我跟你 生则同床 死则同果 果就是棺果 棺材 咱们生在一个床睡觉 死就躺在一个棺材里面睡觉 就是把话书尽 赵松雪呢 就是赵孟府得到这个词之后 先是大笑 说他比喻的太有意思 实际上也被他的这种 炙热的感情所感动 因此从此 不再提那切 不再提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矛盾 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管夫人的真情 和管夫人的文采 智慧 打动了赵孟府 但是我在后边呢 我加了一段的把语 我就说 诗文呢 索云陶雪士者 未知何许人也 是谁呢 这陶雪是谁呢 我们知道 白雪士是白居易 苏雪士是苏东坡 那么这个陶雪士是谁呢 所以我说 未知何许人也 他是谁啊 莫不是一分吸音的陶侃乎 陶侃 大家知道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人物 但是 陶侃这个人呢 我们在史记上 并没见到 他用纳切的这个 这些故事 当然有些个 封建的一些大人物们 他们纳切 不见得都得 在历史上有什么记彩 但是 他所说的 陶芥陶根这两个姐妹啊 我们经仔细的喝茶 这姐妹 陶芥陶根两个人 是汪羲之的 儿子王宪之的两个妾 陶叶陶根 不是陶雪士的 两个什么什么妾 是王宪之王大令 字叫子静 所以我说呢 实据可查 陶叶姿妹 君属啊 王子静之妾 亲与陶公和干 跟陶侃有什么关系 后来有人说 这是不是说的不是陶侃 说的是陶谷 山谷的谷 陶谷 陶谷是谁 陶谷是北宋初年的一个温学家 叫陶谷 但是陶谷 没有说到他妾 说他有一个情妇 这人叫秦若云 也有说秦兰的 秦兰 这也有说秦若兰 说法不太一致 但是我们知道呢 也不是陶谷 既不是陶谷也不是陶侃 有可能 我怀疑啊 亦或 蒋公一窥 这他作者蒋一窥 另有所据 人家可能 另有所根据 或云 或者说 明清传记 有 那么蒋一窥的当时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可能写错了 因为陶跟陶也都姓陶嘛 于是他很可能 陶跟陶也不见得姓陶 名叫陶跟陶也 但是有可能因为两个陶字 在前面他也写上陶学士 顺音下来 这也 也未可知也 我写这篇文章 我主要是在赞美管道生 文才和他对夫妻之间爱情的这种忠贞 所以我抄录这篇文章 主要是这个目的 但是呢 也从这篇文章当中 我们都知道管夫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各位网友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亭字 亭 哪个亭字呢 因为亭字很多 我写出 用凯书写出这个亭字来 大家看一看 谢谢大家 这个字按照规范来说呀 他不应该是这样写 他应该是上边写一个口子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但是呢 古碑铁当中 无论碑还是铁 多数都是第一种写法 这个第一种写法 不管是亭字还是高 高低的高字 都是上面写这种梯形 我们再写一遍 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严格的讲 大家注意看这一笔 就是他不应该探出来 但是探出一点来也没有关系 他不影响大局 如果十分严格的说 他不应该出来 我们写一下 这里有几个笔法 主要是下边的这个钉字 这个钉字的写法 在古碑铁当中 都用平钩来处理 所谓平钩呢 就是这一束笔下来 这样的 这叫平钩 平钩呢 有圆的 有带点方角的 比如说写手字啊 写呼字啊 虽然是树弯钩 但是呢 你却感到呢 它下边有这么一个方笔出现 就是到这儿 就这地方有点角 注意看 这边有点角 有点棱角 这点棱角 再看一遍 它是用你这个笔啊 到这个地方稍稍慢了一点 然后是这样 写太慢之后 因为宣纸的阴啊 就把这个角给阴死 也就是说 有方圆两种处理 写钉字的时候 下边一般都用圆角 就是这个钩是圆的 没 这个基本是圆的 不需要把它写成一个 这个样子 就是带出这样一个角 不需要 还有的 把这个钉字写的 用一个脱钩来处理 脱钩就是 这个钩峰啊 向下方走 这样也是见过的 这笔向下 它的方向是这样 它没在向平处来 发展 所以这这个钉字呢 大家知道 这个笔法是有点特殊的 我们再来写下 完整的一个瓶子 大家看 大家看 谢谢大家 是这样的 这中间呢 有几个横向的间距 注意看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上面这是一个 看紧接着 钉子下端这个竖笔 是两个间距 加在一起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这个间距感一定要好 但是必须得熟练 首先懂这个道理 里边这些横画 大体间距都是一致的 绝对吗 应该是越准越好 但是任何人也做不到 包括欧阳勋老先生 他也做不到 但是呢 正是因为 谁做的相对的 更准确一些 那么谁的字出来 就更加感到舒服 感到端庄稳定 里边的横画 不要写太重 这个竖画在这写的时候 相对重一些 注意看 这封口不封口都不重要啊 这不要封 这个画要清 注意看 左边右边的 类似宝盖 形的这个东西 写出来一定要简约 不要是 故意的拿捏 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介绍这个亭字 下边有的是 钉字的写法 后边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要介绍 凝字 凝就是安宁的凝字 凝静的凝 我们那时候 下边还有个钉字 继续还要介绍 这个笔法 因为凝字呢 点花更多一些 这个形体更复杂 我们今天暂时 先说一下这个亭字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亭字的 新书的写法 新书写下之后 大体的体式是差不多的 你看从解体上 这个位置上都差不多 为什么让大家写凯书呢 把凯书写好了 新书就有了一个基本的 星体上的一个依据 不然的话 你写新书就是蒙着写 你如果每个字都是蒙着写 写出来的字 肯定就是有好有坏 那么我们把凯书写好了 新书就有了个基本的把握 再看一下这个亭字 现在的年轻人们呢 经常写出一篇字来 不是一个一个写 是一片一片的写 如果让他单写一个字 他写不好 他就一定要用通篇的大小参差 来互相补救 当然补救是需要的 但是当你一个单字 不能过关的时候 你永远是先天不足 所以我们要写出字来 应该感到每一个字 每一个点画都是好的 加在一起整体又好 这是我们书法的全部认识 当然意境问题 修养问题 那是更高层次的东西 再看一下这个亭字 凯书与行书的不同在哪里呢 虽然大体结构上是一样的 但是行书更讲一个姿态的美 所谓这个姿态 就是灵活多变 感到轻盈 感到非常爽朗 而且呢 有的地方需要夸张 所谓夸张 比如说单写这个宝盖 凯书当中是需要左右对称的 左右对称 即使是方向上都在向左 但是呢 你却感到它很端正 到了行书阶段 不然 它左边要出来多一点 右边出来的少一点 给你感觉到 它有一个特点上的夸张 上面没有大体区别 注意看 这边就要 这边出来的多 这边出来的少 而给你感觉到 另一番的意境 如果完全是左右对称 就感觉到 行书过于死板 比如说 如果这样写 行吗 也不是不可以 感觉到不俏丽 上面是一样 本来这一点一横 横应该取 这个点应该取中 应该是这样 而到行书阶段的时候 往往就写出来 是 左边长 右边短 有一种姿态的美 行书有行书的要求 楷书有楷书的要求 行书上边 这个梯形的中间 这个两横 一般都当做点来处理 就是这样一 这样一带就过来了 不要再写成了 这样的两横 这两横就用 楷书的重点 它就不轻盈 这是行书的听 再看一下这个字 草书的听 规范一点 是这样 规范一点 是这样 再斜遍看 写慢一点 是这样 下边的这个转折呢 还可以再长一点 也见到有人这样写 这样写的人 也有 但是也应该是个活钩 不应该是一个 带方角的 太挺硬的 比如说 写成这样一个钩 这就不好 这就失去了 草书的那个流畅感 但是 还有一种写法 比这个更要简约一点 就把上面这一点一横呢 用这个东西来代替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这样写的 这是呢 比较规范的草书 因为如果点一横的话 这样写的话 也不为过 但是更好的还是这样写 让他感觉连顺起来 如果这样写的话 这直接这么过来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字和高低的高字 和整齐的旗字 在草书当中容易混淆 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 因为这个写这个 停字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或者写一点 写成这样 大家看得清楚 写高字呢 也可以这样写呢 中间是两点 是这样 是这样 写这个旗字呢 是拐过来之后呢 在这里边 是这么两个拐弯 都注意这个字 不要混淆 要认准 平常有多接触草书 有时候呢 写一个摘字 摘字也是这样写 但是是这样一边一点 这些字型都很 相似 因此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混淆 你稍不注意 差一点 那就是差之分毫 密武之千里 那么现在这样 再把这三个字 给大家写一遍 看看他们凯星草 各有不同的一种 笔法 和结构要求 获得 凯书 看一次 看一次 凯书 我应该不及 看一次 晓书 亦 亦 草书 或者是 注意这个拐方 这笔很技巧 就是下边这个 单写的话就是个事情的事 做事的事 注意这个地方 上面这个地方要小 下边要大 不要拐成这样的弯 这就不像字 一定要注意 上边这个弯度要小 注意再看一下 是这样我写慢一点 是这样 或者叠长一点 这都没有关系 一定要注意到 上边这个弧度是小的 这是个很技巧的地方 如果上面写大了 比如说写这个亭子 上面想这 只要写成这样 这个字就很难看了 所以一定注意 另外 类似这种点化 比如说 我前面说过的得字 就是得到的得 草书 这笔过了之后 上面是小的 下面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这笔之后 你写成这么大一个 这就错了 但是写不好草书的人 都往往有这个问题的出现 就是拐不好这个小转折 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有关亭字的 这个字的凯兴草的写法 就暂时介绍到这里吧 这个字幕是否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